烏龜乖 不管是端午节 或者是平常呢 你自己在家里 很容易入手 宝宝是轻松煮 想必最近大家为了疫情 在家里想破头了 怎么样做料理 早餐也要做 午餐也要做 晚餐也要做 甚至加码宵夜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 要不然下一次看到彼此都不认识了 因为我们料理123 看到大家很缺食谱 所以说我们就是保持安全距离 简单的录个几道 给大家来分享 做一道我们的 欧龜乖 今天还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正确的 把这个底料把它炒好 这个你要用肉丝也好 绞肉也行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买菜又不能出去怎么办 我也很怕台北封城 我很怕饿死了 宝宝还是分享 去菜市场的一个经验 我一个礼拜还是会去一次到两次 我大概早上五点多就出门 去到那里刚好人比较少 会去的大部分是店家 不是一些婆婆妈妈会去的时间店 而且在买东西 就不要跟人家多聊天 不是感情不好 因为疫情 对忍耐一下 红葱头 把它加下去 所以一定要把绞肉炒香的再炒入 对 还是要教大家一下 普通啊 都是清香料 就先爆香 对不对 因为瓦斯炉啊 刚开始开的时候 瓦斯炉很大 火很大 会让蒜头 辣椒 太会搭 那你肉呢 放进去 它就出水了 宝宝师的做法 就是先将肉 煸香之后 再把你的布材料 再爬下进去 接下来 虾米 只有泡米酒泡软了 干香菇 加一点点酱油 米酒 再来很重要的 红葱酱 这个香气就不一样了 白胡椒粉 盐巴 糖 香油 我们现在紧接着 就要做粉浆的部分 今天呢 准备了三种粉 一种是糯米粉 再来米粉 以及我们的地瓜粉 不用全糯米 全糯米也会太软 所以说要增加它的粘度 要加一点点 再来米粉 还有地瓜粉呢 它会比较Q一点点 加进去之后 使用温水 有一点烫面的感觉 大概是四十几度 再来米粉 它会比较好 保 NEW 盛热的角肉 內餡 搅至 至 享度 我已冪��up 应该先 如此 很多 宿板 Document 今天 你快逃 舍然 改了 辟 蒸了20分鐘 一定爽 不用擔心 在家裡像寶寶絲都會用比較大的蒸籠 底下有可以襯布 或者是用烤盤紙都可以 戴口罩都我覺得很香 真的 這個就是油蔥的香氣 哇 超香的 在家裡蒸好的時候 麻煩大家一定要把它放涼 先放涼呢 我告訴你 很好脫模 它就不會黏在一起 OK 這樣子 我們就上桌吧 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喜歡吃那種恰恰 我在家裡都會用一點點油 把它煎成兩面恰恰 那更好吃了 其實不需要用到什麼醬 譬如說你用配泡菜啦 醬油膏啦 或一點點醬油啊 我覺得這非常棒的 不管是專務節 或者是平常呢 你自己在家裡 很容易入手 學會了嗎 自己動手說看看 那我們期待 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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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會不會你剛在家裡講完 然後明天早上五點下市場都是 大家分流啦 大家分流啦 五點呢 的確對一般來講 尤其現在啊 疫情在家裡呢 大家都會睡很晚 所以說 你要這麼早起來 還是有難度的 再說往後來 夠了